今天要介紹這一支 這個是什麼 千順順的手電台 有多厲害 它這個旋轉來可調焦距 有沒有看到 這個可以自救兩箱 自救救命或者是 用來攻擊熊 觸摸的地方 壞人啦 觸摸人的這支 就真的觸摸了 然後它可以用三顆電池 然後或者是這個18650的 這個電池有好壞喔 買太軟的 啟動不了 不好意思喔 一定要買好的 然後這個 三顆3號小電池 4號3號 還有這個最厲害的 它這邊有一個孔 這裡有一個孔 機身有一個防水孔 這個要幹嘛 萬一手機沒有電 有沒有 你再把它插下去 插下去 這樣 厲害嗎 就透過這個 當行動電源使用 小米有沒有厲害 厲害 這個功能真的是無敵 那裝這個好了 因為我們都是用這種回充的 然後進去 它這個設計真的我覺得還蠻佩服的聰明 好 之前都沒有這種事情 沒有 好亮喔 還有 單手不知道能不能鎖起來 拿起來 等我一下 不好意思啊 黑色螢幕當中 馬上好 這個要轉緊 因為它有那個防水條 還有什麼的 好 這一支啊 也是算很亮的 方式 手法當然就是全力的 這個不錯的東西 然後閃爍 有三段啊 你看 暗了以後 有沒有 就這樣子 這白天喔 白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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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期最軟性 關起來 好 不然看那裡 有沒有 然後前面可以調焦距 可以 這個啊 全轉 有沒有 這個可以五百力 好不好 五百力 這白天喔 現在 現在 三點 白天就這麼更啊 這個比 R2下來一級而已 T10 這裡面有更的啊 第一個動作關掉 然後按 就這樣子 三個動作 有沒有 昏暗 反受 全量 全量還可以放大調焦距 然後啊 重點就是這個功能 這個功能 是可以做的 車窗消極器 這個真的太厲害了 尖銳 這是鋼 還是什麼 插到人家 對GG 插到人家 也是GG 攻擊他 他就嚇死 你就跑走了 好不好 一定走 因為太利了 我不敢隨便按事 然後 車窗敲擊器 轉幾圈 轉幾圈 轉幾圈就進來了 轉幾圈 這一支 這房車也都應該 然後就電光 就是 最弱的 它有分斷模式 全量 其中 一百天 現在是擴焦 擴散 就主要來設定一下這個 有沒有看到充電器 你看我現在手機沒有在充電 零充電 這真的不行 這台電池我相信是三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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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有問題 等我一下 擦下去了 擦下去了 就開始充電了 怎麼有三期 零時要用電啊 還是幹嘛都還滿方便 手機一包包上面放一機都ok 你幹嘛買 我拔掉了 拔掉了 拔掉了 我拆下去 拆下去 這樣就贊了 一片槍一片 這樣 有沒有 這個好像變形金剛的老婆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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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這個很方便 不太會 手機一邊充電 有沒有 這個東西真的很厲害 有需要 必備產品 超厲害 在哪裡 這個 輕碰就可以了 輕輕碰不用掉 輕輕下壓一下就有 反應了 終於終於終於 不用這樣子 那個是關電啊 不然就輕壓三分之一就有了 很方便 先發現 好 報告很低 他也會用電池 沒有用電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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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